玻璃心,女网易姐遗憾夺下银牌,奏唱国歌连量子都不做,2018年亚加达亚运会网球比赛继续进行,女子项目迎来饱受关注的女单决赛,在女单决赛的比拼中,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强展开内战,经过一番激烈的熬战,王强成功击败张帅夺得冠军,自从名宿里纳选择退役之后,张帅成为中国网球名副其实的易姐, 国际大赛屡屡出现其熟悉的身影,虽然张帅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,但是负面新闻也是接连不断,2016年WTA超级精英赛,张帅曾批评观众随意走动的行为,直言观众待看台不守规矩,一时间,张帅成为了风口浪尖的人物,2017年全运会网球单打比赛,张帅再次质疑裁判的判罚, 一度使得比赛临时中断,种种迹象表明,赛场上的张帅确实非常强势,而在今年亚运会女单的颁奖典礼上,王强和张帅同为中国选手站在领奖台上,奏唱国歌时却只有王强一人歌唱,张帅却始终一副懊恼不堪的样子,就连张张嘴装装样子都不肯,由此可见,身为中国网球一姐的张帅似乎太过于玻璃心, 感谢观看